高雄市長韓國瑜宣布將2019年定為高雄市的醫療觀光元年 宣誓意味濃厚 要致力把觀光跟醫療結合 除了讓人進來 還要把高雄市各大醫療門派發揚光大 韓國瑜一呼 果真有馬來西亞兩大集團 跨海道高雄跟高醫親約合作 台上簽約的這兩位來頭可都不小 一位是馬國最大地產開發公司綠盛氏集團拿督曾建華 另一位則是照護企業常樂集團董事長朱兆翔也受封拿督 拿督朱兆翔除了是大馬億萬富商 還是楊子雄的前男友 不過現在已經跟大陸女星胡靖結婚 育有一子 他的事業體涵蓋殯董業跟高齡服務事業 現在看準越早到高雄投資賺得越多 所以與高醫攜手合作 要打造台馬一揚產業 記者吳郭珍 高雄報導